反服貿議題是越演越烈 現在就連校園徵才活動 都可以看到大學生擔憂服貿通過 社會新鮮人起薪會更低 人力銀行就統計了 有73%的畢業生擔心服貿如果生效 工作機會將會受到影響 甚至有6成5的人會害怕未來薪資水準更低 學家喜歡可以跟人家直接接觸 校園徵才活動開跑 頂著大太陽即將畢業的大士生急著找工作 攤位一間接著一間看 不過學生們擔心的還是服貿一通過 工作恐怕更難找 可能我知道服貿有翻譯業 說不擔心其實是騙人的 如果說所有的大環境都給你那麼低 那我想我們就只能多減幾份工作吧 還是要過生活的 還沒畢業就想著未來要兼差過日子 大士生的擔心不是沒有原因 就怕服貿一通過 中國企業來才搶工作 人才消價競爭會把薪水拉得更低 現在社會新鮮人起薪22K 日子已經很難過 求職現場甚至有學生 這幾天都主動到立法院進座 甚至自主罷課力挺反服貌 也有下課的時候去 也有罷課去 如果禮拜天還要看看 應該會 應該會 對 就支持一下這樣 所有去就是去立法院前面 就是放學過去一起參與一下這樣 部分科系與年級 學生們動起來 畢竟服貿風貨只有企業樂觀 壽星階級大多沒信心 七成三的這個畢業生他們是擔心 這服貿生效之後 這工作機會會減少 有六成五甚至會懷疑 這個薪資水準會不會跟著這個下降 認為自己比較沒有競爭力的一些社會組學生 他們覺得服貿如果開放之後 可能會再拖累他們原本 只有20幾K的一個薪資的水準 物價漲不停 薪資水準倒退囉 服貿動盪 也難怪這群大學畢業生 對未來充滿不確定感 新唐雅菜電視綜合報導 新唐雅菜電視綜合報導 說吧 大學 很爽 大學 各位 小聖 El 你們 這